美東視電台現在是由燕寧報道新聞 三藩市的公共交通票務系統 星期日受到黑客攻擊 向當局勒索7萬美元 交通部門為避免意外 將系統的所有售票機關閉 令市民可以免費乘車 三藩市市政府發言人表示 換成服務、安全系統和乘客個人資料 並沒有受到影響 但不清楚黑客攻擊是否容易受控 當局現在展開調查 印度多個城市有數以千計民眾上街示威 抗議總理莫迪領導的政府 突然推行貨幣改革影響日常生活 莫迪三星期前 突然宣布廢除500和1000奧布的大面額紙幣 解釋這樣做是要盜絕貪污問題 但印度大部分國民並無銀行賬戶 加上銀行沒有足夠現鈔兌換 令民眾日常生活大受影響 多度發生因兌換紙幣而引發的人踩人事件 激起民間不滿 反對黨要求莫迪到國會交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到訪後任聯合國務院長古特雷斯時強調 中國將堅定支持古特雷斯里行好秘書長工作職責 習近平指出聯合國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作用不可代替 聯合國應當其次鮮明地維護聯合國憲章指示和原則 積極有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 特別是要落實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及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多位發展中國家發聲辦事 中方將繼續做聯合國事業的堅定支持者 古特雷斯表示中方倡議建立亞投行 積極參與與聯合國違和行動 大力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 對國際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指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承諾增加基建 及中國可能推出刺激措施 將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由早前預估的3.2%向上修訂至3.3% 驚合組認為 經歷多年低增長 目前全球經濟可能處於轉類點 遞食環境令政府有更大自由度 去降低稅率及增加基建及教育開支 但警告貿易保護主義升溫 將會損害全球的繁榮 日節的新聞報道完畢 在天氣方面 紐約現時錄得更多 身外氣溫是華氏的46度 相對濕度是61% 今天是大致天晴 最高氣溫51度 最低氣溫38度 預測明天天色是有雲有七成的下雨機會 最高氣溫62度 最低氣溫49度 留意其他城市方面 資格格今天是有大風 最高氣溫51度 最低氣溫44度 喉斯頓今天是密雲有雨 最高氣溫79度 最低氣溫63度 洛杉磯今天是大致密雲 最高氣溫62度 最低氣溫47度 三藩市今天是有風 最高氣溫58度 最低氣溫51度 回來看紐約現時的身外情況 紐約現時錄得的身外氣溫 是華氏的46度 相對濕度是61% 今天是天晴 最高氣溫51度 最低氣溫38度 而參與天色是有雲有七成的下雨機會 最高氣溫將會是62度 而最低氣溫將會回落到49度 一席的天氣報導完畢 超哥 你的磁磚褲色那麼新 哪間來的 不是老友 Arizo阿明的超雅磁磚 蛤?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雅磁磚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雅磁磚的阿明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老友 歐洲進口的磁磚 還全面特價 真的很便宜 那我便去找Erik阿明 超雅磚在134-2533 Avenue 法拉勝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至下午6點 有我真心打造 逢星期一至五 紐約時間 早上11點到12點 講國際 講時事 講本土 講生活 帶你匡闊世界視野 同時還會接聽聽眾的電話 一起互動 節目內容會正到嘉靈一 記得留意收聽 收睇美東視電台 有燕寧為你主持的嘉靈一 記住 節目名稱三個字 就是嘉靈一 到時見 City 請 公文 請 祝福 詞 音樂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來到星期一加零一 在今日的節目當中,繼續有燕靈 再提提大家,我的節目是11點到12點 今天星期一,狀態... 我發覺我的聲狀態好了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在一路上上班的時候 今天是星期一 通常我時間方面把握得很準 但今天很奇怪 今天好像幾當刻 每走一步,坐車也好,去到哪裡也好 都是有一點意外的事件 所以連搭升降機上班 都沒有平時那麼順利 但是很奇怪 雖然在過程當中不順利 但我開聲的時候,我的聲音好像比較好像... 自己的聲音好像回來了 所以不知道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但是對聽眾來說可能好事 因為我的聲音好像好像有一點點氣 我沒有練功的,這兩天沒有 我沒有跑步,但是好像有一點氣 是好事來的 來到星期一,過了幾天 之前兩天就有機會 跟其他同事 在星期四、星期五的節目當中 分享一下過節時間 我們過感恩節的一些故事 又或者一些經驗 還有分享一下感恩節的東西 其實上個星期我們有個主題 叫做咖啡的,關於所有咖啡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講完的 我今天還要講的 不要嫌我長氣侵氣 做了功課不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那你真是很枉費我的心血 所以今天就講一些關於咖啡的東西 因為上個星期我已經講到 為什麼要講咖啡呢? 其實是因為另一種事件 令我想起原來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這裏 希望在今天的星期一 將這個話題 在今天就可以完結它 總括它、完結它 明天就會重新出一個新的題目 在今天就繼續跟大家分享 一些咖啡的資訊 其實講起咖啡 我不是說我的朋友 他是來自香港的 他上一陣子就來貪過我 就說他將會重新出發 他本來之前 是自己有份成績做了很多年 做了整二十年 很穩定的一份成績 還有都是非常有前途一份工作 前途有前途一份工作 也都是在收入方面很樂觀 但是他終於決定了人生走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想開始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我又在節目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朋友自己開了一個咖啡店 他剛剛前兩天 今早早都有 就傳了一些照片給我看 他就在香港的中區和銅鑼灣擺檔 就像這裡那些 叫做 Food truck 但是他不是surf food 是surf coffee 他這兩天做Promotion 400杯的咖啡 送出去 所以鄧這個朋友很開心 他現在是咖啡癡 他一天喝咖啡 但他又不會受到咖啡影響 而睡不著覺 總之就是講到尾 鄧他很開心 我們在美國喝咖啡 我們咖啡其實也有另一個叫法 不知道啊 姓安神 你現在來到經常學英文 很努力地學英文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咖啡另一個叫法 我們美國人叫什麼 咖啡貓 當然不是 何來咖啡貓 不是啊 叫什麼 Cup of Joe 聽過沒有 Cup of Joe Cup of Joe 很奇怪 我初初來都覺得 有人Cup of Joe 不是啊 Joe Joe是一個人名來的 你知不知有人叫Joe 不懂 不懂 所以你不知是人名 Cup of Joe 但記住 我看到旁邊的老朋友 有狗介叫做Joe 狗都有人名給他們的 但是記住了 下次如果你聽到 其實我們美國很平常的 Cup of Joe 下次你聽到 你知道人家講咖啡 知道嗎 哦 這樣 是OK 即是叫Joe那個人名 是不是喝咖啡不用錢呢 不知道啊 你試一下 你試過回來告訴我 不 等我喝一直再改名 這樣就可以 沒錯 那就是 除了Cup of Coffee 我們在這裡 很地道的叫法 有時候叫Cup of Joe 為什麼叫Cup of Joe 我初初新移民來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直至現在 最近才知道 哦 原來是有歷史的 哦 其實是怎樣呢 就 是講到 是 是 一段 就是 go back history 1942年 是 那時候1942年 大概那個時間開始 那時候 你知道 打仗 打仗的時間 就要招兵買馬 是吧 那時候 一般的步兵 叫General Infantry 英文 一般的步兵 在 U.S. Army那裡 陸軍 那時候 就有一個 名稱叫 G.I. Joe 記不記得嗎 讀過歷史人 可能知道了 有沒有聽過 姓安臣 啊 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你凡是那些 當原兵啊 怎樣啊 那些都關我事的 那 問一下你而已 你有沒有聽過 我來講啊 咖啡 也有另一件事 在軍隊裡面 壓縮咖啡可以止痛 可以止痛 是吧 你上次教我煲湯 兩顆咖啡豆 兩顆半咖啡豆 煲湯 那現在是止痛 你煲了沒有今晚 沒有 你煲了立即就會好 我等你跟我Canel街 買個豬展回來 因為你最熟Canel街 不是很熟 別人熟我 我不是很熟別人 那別人熟你就可以了 買豬展 是不是可以 大家聽到這把聲音時候 彥宁是捏著我的手的 哈哈 很熟 究竟是想 不讓我說 還是想讓我說呢 要推開我 還是要把我拉起來 這個就是 大家沒看到的 這些叫做 又愛又恨 又想拉你過來 但是又要推你過去 就是這些 我這個節目 不是一般人的 都懂得明白 所以大家要用心聽 留意聽 我說起豬展就很熟緊 插著你的手臂 你不用這麼熟緊 我懷疑你做完節目 我要叫白車 哈哈 被我捏到 不是我看到你正在熟 對不起 幸好我沒有帶小孩子回來 哈哈 說回這些G.I.Joe 當時那些步兵 就是叫做G.I.Joe 就是General Infantry 我們就簡約了 就叫做G.I.Joe Joe通常都是一些很普遍的名字 所以人都叫做Joe 什麼G.I.Joe 當時就有這個匿稱之後 就在報章上都開始刊登 就叫他們那些步兵叫做G.I.Joe 就形成了慢慢 就因為在當兵那些人士 都是經常喝咖啡 在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變成很普遍性他們的一般的 就是早上起床的早餐飲品 或者他們要提神喝咖啡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所以就變相就叫了咖啡 叫C.I.Joe 就是這個理由 我拆一拆 你拆吧 不要拆我的心臟 好 咖啡呢 其實在報章裡面 用咖啡 C.I.Joe 是美國 是 比他之前做過一件事 不過我不懂得文 得文 那你分享中文 如果是 有沒有照花譯 德文變成中文 你比阿唐山馬更難 以前德國攻打蘇聯的時候 是靠咖啡 因為那時候是極寒 是靠咖啡是保暖 是 所以那個時候 有一段很長的 德文的 形容的 大概 就叫做 冬日戀儀 冬日戀儀 是的 即是說 軍官給一些兵仔 我給你溫暖 你餓我不要緊 但是天天不要凍傷 是啊 德國就會 在普通一種叫 冬日戀儀 不知道德文要怎麼說 看起來好像日文的翻譯 冬日戀儀 是 大概是這樣的 是 德國那個時候 打蘇聯 前蘇聯的時候 是 是第一個用的 跟著之後 就有很多國家仿效 有什麼G.I.Joe G.I.C. G.I.C. G.I.什麼都有 班都是G.I.什麼 什麼的 比如G.I.C. G.I.C. 中國最普遍 有時候叫做 阿周 那在中國呢 最普遍的名字叫什麼 余花 余花似玉 余花是你的頭 不是 余花是女性的 我指男性的名字 阿強 是不是阿強普遍一點 阿強強一點 那麼G.I.強 我叫 朱兜強 G.I.強 你今天不是在我節目聽到 G.I.強 G.I.Q. 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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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營靈發明 不是我發明 在這個時候 我們笑了 說了少少少笑話 休息一會 先去廣告 找他 超瓦瓷磚 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瓦瓷磚 阿明已經搬回來 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一班老友 歐洲進口的瓷磚 還全面特價 真是好划 那我一於去找Erik阿明 超瓦瓷� 在134-2533 Avenue 法拉勝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到下午6點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絲綢之路 把咖啡運送到中國 用咖啡豆不是沖的 那時是磨成粉 然後燒 就像現在我們烤豆一樣 烤豆就是原粒的咖啡豆來烤 他們就是磨成粉再燒 燒出來的煙霧吸進去就會提神 其實是我們今天的咖啡 這個故事有多特別 一些小小的資訊跟大家分享 講起咖啡 我們普通人一般喝咖啡就是提神 但有些人喝咖啡是很講究的 就是一種藝術 好像沖茶一樣 各大的一些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中國 茶道這些都是一種藝術 也都是一種生活修養 所以其實喝咖啡也是有同樣道理 很多人喝咖啡是一種生活享受 還有一種的生活品味 調劑心情 喝咖啡的確可以影響到你心情 有時會令到你很興奮 好像有時喝酒的反應一樣 所以喝咖啡 其實你知不知道每年 其實在國際上 在咖啡方面是一個大賽 就是叫做咖啡大師大賽 是世界性的 每年都會舉行的 在今年的6月份 也舉行了世界咖啡大師賽 你知不知道是來自哪裡 想都想不到 就是來自我們台灣的朋友 一位姓吳的咖啡大師 他參加了今年度的咖啡大師賽 他得到冠軍 很厲害 其實自2001年開始 這個比賽已經被全世界 在咖啡界方面是最高榮譽 每年有超過60個選手 就是來自各國不同的地方 參加這個大賽 很多咖啡豆 一些原產國 都會用很多經費 來贊助這個大賽 因為值這個大賽 可以出眾每一個國家 生產咖啡的國家 他們的發展 令人更加認知 他們國家生產的咖啡 可能是特別好 又或者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代他們做免費宣傳 也不是免費宣傳 因為他們都要贊助 但是會得到相當的知名度 其實喝咖啡真的需要學問 不要說喝咖啡 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 在生活上每一個細節 其實如果只要你留意的話 都是需要學問的 其實什麼叫學問呢 學問其實就是 包括這個過程當中 是包括你的很仔細的觀察能力 去觀察一些事物 特別可能別人不會去觀察的東西 你會特意去觀察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成了學問的一個要點來的 除了你觀察之外 亦都要在過程當中 包括你要去嘗試做一些實驗 或者體驗 或者是一些測試 經過一些這樣的體驗 測驗 測試 之後 可能會得到一些結果出來 可能是叫做理論 你自己個人的一些理論 亦都可能是你自己個人 經過一些時間和經驗的考驗之後 所得出的一些結果 這些就是叫做學問 這些就是我自己個人的解釋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每個人可能在尋求學問當中 那個過程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 首先 不要說其他學問 首先不如說說 咖啡方面 需要什麼學問 通常喝咖啡 當然是需要基本兩樣東西 就說你喝齋啡的時候 基本兩樣原料你要的 當然是要咖啡豆 本身 要怎樣喝咖啡 當然要水 要用水來沖咖啡 所以基本這兩樣東西 當然有些地方人 是喜歡喝咖啡 加糖加奶 這些也是學問來的 我們首先看一看水方面 因為水是主要 我們需要用來沖咖啡的原料 這樣叫 所以就看一看水 水其實真的很廣告 什麼水 水不是你可以洗的 袋子可以洗的水 你知道嗎 加不加價 飲用的水 什麼加不加價 你說剛才會加糖加鹽 我說加不加價 我沒有說加鹽 你跟我加鹽加醋 在這裡 胡亂說話 其實喝水是有學問的 通常水質方面 你記不記得我上次怎樣教你用水 怎樣用水 怎樣用水 我記得 你叫我儲一缸水 我用一個缸 然後儲備一些水 然後等水上面的浮沉物 沉澱下去 浮上面的水 沒有什麼雜質 那些就簡直叫做軟水 軟水 未沉澱那些叫硬水 是的 我正想說軟和硬之分的水質 是的 這樣 咦? 老師說說我有記的 正確 是的 這樣 然後水質方面 所以這一位台灣人士 姓 看看先 姓吳 不是 姓吳的師傅 吳則林 他叫做 這位吳姓吳的師傅 他就分享 用水方面真的很講究 其實 譬如他們去參加這個大賽的時候 要理解當地所提供的水 那個濕度 究竟對咖啡豆有沒有影響 還有他也有說到 譬如要加奶的時候 也都要留意當地牛奶的品質 都會影響到他比賽當中的關鍵 那個叫做不確定的因素 的確是的 有很多事情你以為你掌握到 但是有時候有些其他因素 外來因素 會可能影響到你一些信心 所以這些就是其中的一些因素 會影響到 這個咖啡製咖啡過程 出來的咖啡的質量 這個質感是怎樣 這個很重要 另外他也說 剛剛有說到 水方面 是否叫酸鹼植 酸鹼植 酸鹼植 還有那個硬軟度 是的 還有那個硬軟度 所以 使用水方面 有時候 他要用很多種不同的水質 去試驗他沖咖啡的過程 對他咖啡的味道的影響 所以在水質方面 他怎樣去把握呢 他有時候會用很多不同的水 例如市面上賣的灌裝水 又會用到 還有有些過濾水 不同牌子的過濾器 他都會嘗試 經他們拿出來的水 去沖咖啡 以作一個反覆的練習 然後再試出 這個沖出來的咖啡 會是怎樣 要適應那個水質 去調整那個咖啡 沖咖啡的方法 想一想 已經好像很複雜了 是嗎 水一樣東西 已經是要這麼多步驟 去調校 去飲用不同的水 看看得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另外一樣關鍵性 就是牛奶 其實有很多人喝咖啡 就未必一定下糖 但是都是下牛奶 其中有時候我 都是喜歡喝齋咖啡 但是間中覺得 可能有時候 譬如空肚喝齋咖啡的時候 又會辛苦了 所以都會下一些牛奶 至於在牛奶方面 選購 也都是這位吳先生 要去到當地不同的超市 購買不同牌子的牛奶 然後要做一個試驗過程 就是看看究竟 所選出來的牛奶和咖啡 究竟對不對味道呢 所以也是一種學問 這位吳先生 這位吳先生描述 他說他前後已經準備了 整整20種 牛奶來做測試 分別牛奶的冷 冷、熱度 冷、熱度 都會造成咖啡喝起來的感覺 特別如果是下牛奶 通常是做 做這個叫做Cappuccino的咖啡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最後 吳則林先生 做完之後 當然自己要試過 才可以判斷這些牛奶 放入咖啡的時候 所造成出來的味感是怎樣的 然後 他又分享 就算他做了全面充足的準備 也好 他有時候 要做出一杯咖啡 有一定的標準 每次做出來的咖啡 都要有同等的味道的時候 就很考究 這樣東西 其實每個人做 無論是哪方面的飲食方面 都會覺得是一個挑戰 所以 喂 直播室聽到 有電話聲的 是否有人打電話上來 就想分享關於咖啡 看我的同事 可不可以很快時間 接聽這個電話 好 是否我們接通了 是呀 是呀 早晨 你好 早晨 你好 你好 有什麼分享 你想說牛奶 是 你想分享咖啡 我想分享牛奶 哦 牛奶 不是分享 是呀 我想問你 因為我喜歡喝咖啡 是 一天不喝一杯到兩杯 就好像哩哩亂著 即是你一天起碼就是喝兩杯 基本上 不一定的 即是說有時就兩杯 正常的話就是一杯 哦 那你都不是喝很多咖啡 都可以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好 看我懂不懂 剛才我聽到關於牛奶 那樣東西 我就想問你 嗯 很多人呢 就跟我說 他說呢 先沖好咖啡 然後再加奶 對不對 是 是 這些其實沒有說 對不對的 說真的 這些都是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 我是見過人先加奶 然後再沖咖啡 再加個杯裡面 但是這個做法就少些 通常都是你做了杯咖啡出來 然後再加奶 那如果你問我 你問我 我本身的經驗 我會先做了杯咖啡出來 然後再加奶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你沖咖啡的時候 都是 你不是掌握到的 有時你杯咖啡可能會濃一些 有時你杯咖啡可能掌握得不好的時候 可能你的咖啡豆落得多了 或者少了的時候 那你自己沖的時候 出來那個口感可能每次都不一樣 那就要視乎你沖出來的濃度 是怎樣 然後你再加奶 去調節苦結味 我明白 但是我想問問你 沖咖啡是什麼奶最好呢 哇 你真是考慮我 因為我不是沖咖啡的大師傅 也沒有贏過獎 但是你問我什麼奶最好呢 就視乎其實奶都很多種 你現在說的是 有這個 我有個同事舉手 好 嘗試一下他可不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是這裏首席的咖啡仔 現今人類發明咖啡以來 最理想沖咖啡的奶類 應該是羊奶的 回答完畢 好 嘗試一下 這個真是考慮我了 羊奶我沒有試過 可以嘗試一下 對 羊奶有些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些酥的時候 加入那些苦結的咖啡呢 可能會特別好喝呢 你試一下吧 你 那是誰 是不是小神仙 是 是不是小神仙 是我們的姓安神 因為我叫他小神仙 OK OK 這樣我就想問一下 比如說你喝咖啡 咖啡豆 即是說國家名就好了 不要說哪個哪個 不要跟他們買牌子 好 即是說咖啡豆是哪個最好 哪個國家最好 不要說牌子 我都知道你們都很避忌 阿聲安神又說說 如果你是喜歡喝咖啡的話 如果你的錢都是不缺的話 就一於喝古巴的咖啡 就這麼多 他說古巴咖啡 你喝過沒有 我喝巴西 巴西出產咖啡量是非常之大的 他們是一個全世界出產量最高的國家 所以很普遍性我們是喝巴西 來自巴西的咖啡比較多 但是這件事也是要視乎個人的口味 其實你問我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 這件事我真的不可以很確實回答你 因為每人的口味不一樣 哦 這樣 其實都是要你自己 要你自己不斷去嘗試 我知道 那我就要叫朋友給我買古巴 我真的沒喝過 哇 今天收獲雖然不是很大 至少我知道古巴咖啡很棒 到時候我委託一下朋友 哇很多謝你 今天還說什麼 剛剛才有空 我才來喝飯聽 因為我知道你11點到12點 因為下個禮拜比較忙 所以我也有想念你 好啊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捧場 所以我想你今天脫開咖啡還有什麼呢 今天主要是講咖啡 好咖啡先